前天高雄市的公务局长吴孟德 在议会当中一句外省人来太多的 打询引发了轩然大波 结果有大拼的激动民众在白天 他们就聚集到市议会门口 要求公务局长吴孟德要下台 并且要求市长谢长廷公开道歉 不过也有不少的群众前往深远公务局长 双方爆发多次推挤 那么正当市长谢长廷抵达到现场时 群众的情绪更是激动 情绪激动的抗议群众聚集在市议会门前 要求公务局长下台谢市长公开道歉 接到立场不一的声援群众 他们个人是气愤 急着闯入议事厅与警方发生推挤 公务局长他在这个任内 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就是为了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口误 然后把真正的一个问题点都把它撕交掉了 声援及抗议两派人马就这么守候在议场外 等着市长谢长廷前来 紧张的气氛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 爆发冲突 还好警方适时将他们隔开 不过市长抵达议会时 激动的群众再也控制不了怒火 叫市长下车 叫市长下车 下车 叫市长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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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要把一个已经大概道歉的事件 变成更多的事件好不好 公务局长吴孟德是昨天在达询市议员有关711水患问题时 表示人口成长太快 人与水整体造成 他一度说出外省人来太多这句话 引爆了这场冲突不断的抗议行动 五星文银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我们看到在白天的时候 常外有民众一边喊说市长加油 一边又喊说市长要下台 而在场内也是相当的不平静 对此高雄市长谢长廷 他正正的表示歉意 而当事人吴孟德则是数度落泪之后 已经向市长提出了口头请辞 群众进入议事厅内表达不满 连主持会议的议长也跟着激动起来 由于纷争不断 市长只好出面道歉 这一计划是我真意 这一计划的确是指导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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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 这样子能慢慢平息来检查 这样的能够 对前后我看来几个优势 有个人告诉我 有个人就是他们告诉我 但是这一句话 这就是他们有策略 大家要看来 基本上就是因为一句话不贵 今天讨论了两上天 说着说着公务局长脸色更加凝重 甚至掉下泪来 最后在大伙的护卫下 武局长不出议事厅 不发抑郁 面对询问 他不再表达意见 只好劳动新闻处长出面代言 他踏遍了高雄每一寸土地 速度落泪 仍难逃则难 武局长笑向议会请假 并提出辞呈 也有口头请辞 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内容 他说有书面好不好 那你会未留吗 这个还颜值够早 好 无线卫营新闻 南部综合报导 我们看到一句 因为这样子口误的事情 引爆风波的高雄市公务局长孟德 虽然在白天已经是口头请辞 并没有获得正式回应 不过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干事长王拓 他却主张吴孟德应该要辞职 因为他说 他这种无厘头的说法 已经造成族群对立 那么市长谢长廷认为 避免这个危机扩大 应该要壮事断碗 其实市长谢长廷已经表示歉意 似乎压不住愤怒的真音 民进党立院党团 干事长王拓率行发声 吴孟德应该辞职 族群的问题在台湾社会里面 一直都是一件非常敏感 而且非常脆弱的神经 那么一旦挑起来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会利用这个事件 来创造自己的影响力 请把伤痛或者东西留给我们 我也请包括政治人物在内 不要在选战的过程中 在可怜老百姓的伤口上加上盐巴 如果拿这个东西来做题目讨论 真的只会让我更看不起政治人物 我必须再讲一句话 全台湾最台湾最没有贡献的一群人 叫做政治人物 所以我只看到那个标题 我就知道完蛋了 在选战期间 那下那样的标题 苏贞昌包屁 怎样怎样怎样 我觉得那个东西 让我觉得没完没了了 因为各位知道 政治人物在当今台湾 是单细胞动物 他们不会去想很多事情的 一定有血就上 特别在选举的过程中 我今天没有看新闻 但我知道一定他的对手开始攻击 说苏贞昌怎样 苏贞昌怎样 对不对 但我个人觉得说 这样的标题大概有点重了吧